女人和男孩玩起了骰子游戏 几轮下来 男孩也就疲倦 女人随即端起红酒 洗了个美美的热水澡 屋外突然地动山摇 这里临近铁路 女人对频繁的震动早已习以为常 突然 卫生间的大门被打开了 一声尖叫划破长空 一个疯子拿着锤子冲了进来 将女人锤成了肉泥 不久之后 警方赶到现场 首先映入眼帘的 便是一具小小的尸体 真尼玛不是人 连孩子都不放过 卫生间里 死去的女人盖着浴巾 血肉模糊 浴室的门上 有清晰的血掌印 C姐将掌印拍照发回了实验室 得知凶手的掌文 曾在六年前的一起凶案现场出现过 就在此时 房子再次地动山摇 原来是FBI的直升机 究竟是什么凶手 能够惊动FBI大家光临 就在隔壁区还非要做个直升机 显得FBI很有钱的样子 来自FBI的杰克接管了这起案子 男孩叫做艾文 望着小小的尸体 杰克叹了口气 他随即拿出一张照片 照片上的男孩叫做杰森 六年前 凶手强行闯入公寓 杀死了保姆 绑架了杰森 至今下落不明 凶手当时留下的掌印 与这起案子里的掌印丝毫不差 两起案子太像了 都是一个女人 一个孩子 不同的是 这起案子里的艾文死了 凶手的作案手段实在太残忍 老机注意到 孩子的领口 粘着一些白色的粉末 女死者叫做卡蒙 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有孩子 凶手没有拿走他的证件钱包 甚至把所有触碰过的东西 都擦得干干净净 这是一个有经验的惯犯 可他们却对凶手一无所知 伤口显示 凶手是一把锤子 凶手还用浴巾盖住了他的尸体 这是内疚的表现 或许凶手与死者认识 现场有三把牙刷 也就是说 这里还住着第三个人 验尸结果显示 女死者先是被敲击了第一下 凶手趁着他重伤 实施了侵犯 半个小时之后 再次击打他的头部 直接造成死亡 老法医采集了死者体内的DNA 这是一个非常残忍的狠角色 杰克回忆起了六年前的那几案子 当年的杰森 暂住在保姆的公寓 凶手从窗户闯进来 敲死了保姆 掳走了杰森 还在窗户上留下了掌印 当年的杰森才四岁 他是被收养的孩子 没有亲生父母的消息 凶手绑走杰森之后 也没有向养父母索要赎金 从此孩子下落不明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线索 他们甚至不知道凶手的作案动机 杰克认为死去的艾文 就是当年的杰森 可凶手当年如此大费周庄的带走孩子 又为何要在六年后 再把杰森杀害 这显然不符合常理 女死者以往的照片中都带着珠宝 可现场并没有发现什么珠宝 家中的私人电脑上 都是赌博的网站 名字推测 和卡门同居的男子是个赌徒 他输光了死者的珠宝 凭借着死者的合照 他们很快在赌场 找到了与他同居的男子 男子见到警察一脸心虚的模样 还未等大黑开口 这货就没了命地跑 大黑为男子提取了掌印 他看起来怂得一批 一点都不像是心狠手辣的连环杀手 男子叫做麦克斯 他否认自己杀过人 既然没罪你跑什么 麦克斯一直兜兜转转 顾左右而又言他 就是说不到重点 杰克被他绕得失去了耐性 FBI的审讯手法都比较温和 不舒惊呆了 你们FBI都这么狂野的吗 冷静下来的麦克斯 突然瞥见了艾文的照片 他的嘴角止不住的抽动 原来被杀的艾文是他的亲生儿子 麦克斯把儿子留给同居的卡门照顾 一头扎进了赌场 他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在赌桌上厮杀的同时 凶手闯进门杀死了他的儿子和女友 原本以为艾文就是四年前被绑架的男童 没想到搞错了 还无故殴打了人家老子一顿 麦克斯的掌文与凶手的掌文并不匹配 原来麦克斯是教堂的信徒 他挪用了功德箱里的钱去赌博 以为警察是因为这件事找自己 所以才会没了命的跑 DNA检测结果也证实 被杀的艾文确实是麦克斯的儿子 女死者体内的小蝌蚪 还出现在了其他两起凶案现场 这两起凶案发生在最近两年 两名死者都是没有孩子的独居女性 与六年前的作案手法不太一样 或许凶手这几年收手了 他不再抢孩子 而是以侵犯和抢劫为目的 听说FBI大驾光临 哈士奇马上递上了检测报告 连马屁都拍得温柔多了 男孩领子上的白色粉末是商业肥料 也就是说凶手可能是个农夫 哈士奇对FBI的待遇很感兴趣 想趁机让杰克提携一把 杰克却建议他继续留在赌城工作 事实上杰克并不是表面上 看上去这么冷酷无情 他也有孩子 所以对儿童犯罪零容忍 每每碰到这种罪犯 都会表现得很激动 但是这一次 他是真的打错了人 杰克心怀愧疚 他向这位绝望的父亲道歉 不过这种货色该打 麦克斯如果留下来 陪着女友和孩子 说不定他们就不会死 或许经历了这次打击 能够让他彻底戒掉毒瘾 原来死者的珠宝 并不是麦克斯拿走的 凶手将这些价值不菲的珠宝 卖给了当铺 当铺老板还以为捡了个大便宜 现在想想的后拍 监控拍下了凶手的样子 他戴着一顶球帽 老板记得当时凶手 说自己要去单击要赌场 凭着这条线索 警方调出了单击要赌场的监控 凶手戴的帽子上 还标记了一家农场的名字 赌场的监控长达12个小时 全部看完需要花上很久 杰克不是个有耐心的人 他只想尽快抓到这个人渣 老基只能劝他再等一等 毕竟抓到凶手 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莎拉突然闯进办公室 紧紧和老基聊了两句家常 敏锐的杰克就察觉出了 二人的办公室恋情 两个同样不苟言小的工作狂 终于有了共同话题 画面转到城市的另一边 一群孩子正在愉快地踢球 孩子们的球技很好 可能是海参吃的少的缘故 男孩捡球的时候 赫然发现 警方当即赶到男人的住处 地上到处都是触目惊心的血痕 只见男人的妻子 正倒在客厅里 身上盖着一张毛毯 凶器同样是一把锤子 这把凶器 真是从上一期 受害人的家里拿走的 凶手居然带着这把锤子 逃亡了一天一夜 然后再次行凶 死者家的枪盒是空的 这表明凶手还拿走了一把枪 他在丹吉亚赌场 输关了从上级案子中 抢来的钱 只能再次作案 妻子当场死亡 爬出去求救的丈夫 也在送医后不治身亡 甘温显示 妻子的死亡时间要早于丈夫 这意味着 凶手故意当着丈夫的面 杀害并侵犯了他的妻子 莎拉的世界观再次崩塌的吸水 凶手随即挑选受害人 作案手段如此的残忍 只为了侵犯和劫财 话说求财爱意 为什么非要害命呢 同样是人 为何会有如此可怕的生物存在 不远处响起了火车的汽笛声 原来房屋的附近就是铁轨 联想到上一期受害者的家也在铁轨附近 老鸡恍然大悟 凶手从事农场工作 他靠着火车拖运化肥 自己就一边乘坐火车 一边沿着铁轨附近作案 而最近几年 相似的案件多达12起 杰克的面子有点挂不住 凶手作案12起 FBI居然没有4号线索 另一边 阿奇还在观看凶手在赌场时的录像 他全程都低着头 直到输光了所有钱 他开始对着身边的人发火 随后来到电话亭 对这一张服务生女郎的海报 非常感兴趣的样子 停下观看了很久 据调查 海报上的服务生叫做吉娜 可赌场的领班说 吉娜已经两天没来上班了 领班记得凶手昨晚正在玩游戏机 还赢了不少钱 当时他对着吉娜秋缠不休 可吉娜看见他很害怕的样子 随后就请了假 急忙逃回家去了 凶手赢了钱 自然要提现 尼克在他填小的单据上 踢取到了指纹 姓名和地址可以下写 指纹可造不了假 与此同时 一名巡警在野外 拦截下一辆可疑汽车 年轻的巡警 与副驾上的乘客友好的打招呼 可就在他向司机索要证件的时候 司机居然掏出一把枪 把他给秃秃了 随后驾车离去 我的妈呀 这王八蛋到底杀了多少人 半个小时之后 警方赶到了现场 凶手驾驶的车 属于赌场的女服务生吉娜 C姐根据指纹 调查到了凶手的身份 他叫做泰瑞 曾因为盗窃坐了两年老 一直到六年前才刑满出狱 随后他就绑架了小杰森 并一路开启了杀怒的步伐 而女服务生吉娜 就是他的前妻 凶手喜欢沿着铁路作案 这意味着 他可能选择火车做交通工具 不适合捷克找到了 离这里最近的铁路 这里停放着好几类货运火车 一类火车突然鸣地启动 工作人员说 这类火车是接下来两个小时内 唯一行驶的火车 凶手如果要逃亡的话 只能选择这类火车 事不宜迟 两个加起来一百多岁的中年人 穿过了一列又一列的车厢 终于巴上了行驶中的火车 他们在不多的乘客中 一眼就认出了标志性的绿帽子 却不想 这只是一个邋遢的流浪汉 他说 刚才一个男的给了他一百块钱 要他戴着这顶绿帽子 替自己上车 巴比那个Q 这是凶手的调虎离山之计啊 凶手显然已经逃之夭夭 是留下先前驾驶的汽车 只见女服务生吉娜的尸体 正安静地躺在后备箱里 或许他一路来到这里 就是奔着杀死前妻而来 原来两个人还有一个儿子 误书说 他刚联系了小学的校长 得知凶手在几个小时前 开着吉娜的车去学校接走了儿子 望着车后座的游戏机和零食 老鸡恍然大悟 原来先前的巡警 是对着凶手的儿子打招呼 这货居然当着儿子的面杀人 丝毫不避讳 而他六年前出狱后 杀死保姆绑架杰森 是因为他以为杰森 就是自己的轻胜儿子 很显然他绑错了人 于是他继续大费周章 一路走一路杀 终于找到了前机 成功带走了轻胜儿子 画面转到一辆出城的大巴 恶贯满盈的泰瑞 望着熟睡中的儿子 眼中流露出了 瓷腹般的柔情似水 这一次 警方又让他讨之夭夭 而六年前被绑架的杰森 到底身在何处 也成了一个未解之谜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这集是02年上映的美剧 《寻人密探组》的联动集 也就是说 这是《寻人密探组》里的凶手 跑到CSI里撒也来了 后续剧情将会在《寻人密探组》 第六集第六集中完结 并且老季也会在那集故事中客串 也算是给了两边影仪 一个大大的惊喜 这集故事同样有很多熟面孔 赌徒麦克斯的扮演者 是1962年出生的丹尼斯·哈拉 他是美国恐怖故事第一集中烧伤的第四任房主哈维 第三集中的哑巴管家 第四集中的职业骗子斯坦利 第五集中的调酒是丽兹 这也是整个第五集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 他还是真爱如雪中 优雅阴狠的罗素王 故事最后 火车站的工作人员是1948年出生的Mills沃森 他同时也是越狱第一集中 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罪犯之一 迪比库博 我是可乐 感谢您的收看 您的支持就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谢谢大家